天气这么冷,不只人受不了,连动物也都受不了了 兽医师提醒,家中全猫体感温度是比人类还要敏感的 虽然有较后的脂肪还有毛发来保暖 不过太冷的环境呢,还是会让猫狗感到不舒服 提醒四主,冬天期间要相关的预寒保暖及疾病也要特别注意 寒流来袭,围巾手套纷纷出笼 不少家中有宠物的四主也要留意自己家中的狗狗猫猫 是否也获得充足的保暖 高桥动物医院院长殷红援助特别提醒 犬猫在寒冷的环境中,体感温度比人类更敏感 太冷的环境一样会感到身体不适 特别提醒多家中有年迈狗猫,有肾脏病心脏病史 对地外环境更敏感 寒冷气候会让血管收缩,造成血压上升 进入冬天了,渐渐的一些寒流会到来 那狗狗猫咪他们正常的体温在38到39度 其实比人的体温还要高 所以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用摸的这种体感温度的话 其实不是很准 他们正常的温度我们应该建议用温度计去测量比较准 第二个是天气冷的时候对于心脏病 以及肾脏病的动物伤害非常的大 所以一定要这些家里面有老年动物 有肾脏病心脏病问题的动物一定要记得保暖 那在保暖的过程里面呢 电毯或者是电灯呢是常用的这些加热的保温的用具 但是千万记得要注意他们的使用用电的安全 暖暖包的部分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使用暖暖包的话建议要外面要包一层毛巾 避免它有太热的状况会造成动物的灼伤 医师提醒 饲养在室外的犬猫建议给一个预寒小屋或是衣物毛巾保暖 但要记得常清洗 当宠物出现咳嗽、鼻涕、精神食欲不佳的时候 不要喂食人类的感冒药 因为当中的症痛解热成分会造成狗猫的中毒 另外猫咪常因为天冷而减少喝水量 造成泌尿道问题 可以给予温水或是将罐头加温水增加猫咪喝水意愿 记者长方燕华林士报导